所以不要小看中國的 文明的深度跟它的廣度 人家就半部孫子拼法 就可以打腎兆 今天說實話 亞述銀打得不差 不完全是他的戰法 他有 俄羅斯情報單位 我對他們的理解 應該是都有一些掌握 早就有了 我認為他們早就有名單了 那現在也是在對 看是不是你 掌握一些資訊 然後來 套話 然後說你說謊 這個他會心慌 那這個就是有點 心理作戰的味道 如果對亞述銀的 人的組成 那哪些人是基本的 可能的長官 那表示你的情報是零分 你看美國人怎麼掌握 阿富汗 塔利班等等 人家都有基本資料 早就知道了 甚至知道你在哪裡 對不對 不然怎麼可能 一個一個被暗殺 以色列摩薩德也是如此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心理學家 講這個就是屁話 因為俄羅斯的FSB 一定有資料 所以他們知道該問什麼了 他們不會跟他講嗎 這個就是一個心理學家而已 就講一些屁話 真正審問的也不會是他 審問的一定是 俄羅斯情報單位 對 他們一定有資料的啦 甚至有部分人的照片 對不對 不然你怎麼去對 因為 這個 因為這一批大概出來 一千多個嘛 那之前還有一些 那可能有一些 根本就是秀刺青 就已經被辨識為亞述銀了嘛 可是你要確定他的級別嘛 那他一定會裝啦 他一定會裝啊 我只是一個兵啊 對不對 那你就要從他的言行舉止啊 比如說看到介大使這個樣子 就知道他一定是個官嘛 這一定是將軍啦 一定是個 少衛 少衛退伍 一定是個這個 級別很高的 看到我知道我說我是將軍 應該也不信 他這個怎麼裝 不像個小兵嘛 或者他根本就已經知道 你的身份了 不 反正就是情報單位 他一定有資料啦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在黑暗中摸索啦 怎麼可能呢 這個 這個 沒看過這樣的情報單位啦 而且 KGB 也是四大之一啊 對不對 所以 繼承他的FSB 不可能 做情報做得這麼差啦 尤其烏克蘭 烏克蘭有很多污間耶 對 你不要忘啦 有很多俄羅斯人 事實上也是污軍耶 你不要忘啦 所以他們不可能沒有情報的啦 所以我認為 他們 比較沒有情報的 應該是北約的軍官啦 因為有一些級別不是那麼高嘛 所以你不一定認得出來 不過那個從語言就立刻可以拆穿了啦 對啦 其實樣子也大概 而且你不可能會講俄文 講那麼順啦 對 你聽老外講中文 一聽就知道了 不過老外 老外當然是老外的樣子啦 我是說他如果找華裔的 這樣混進來 那你聽他講中文嘛 可是有很多華裔 坦白講他中文也講得蠻好的 對 對不對 他搞不好是第一代的 對不對 那 所以我 北約肯定會有一些 因為我知道 烏克蘭人事實上是 移居海外的非常多啦 那比如說美國 烏克蘭人就蠻多的 那甚至有些人 還回來當烏克蘭的部長 我們以前不是講過 衛生部長嘛 對不對 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北約裡面搞不好 也有很多是烏克蘭裔的 我說烏克蘭裔啦 就是 生活在法國的烏克蘭裔 他回來這裡 沒有我回祖國啊 這沒什麼啊 所以他的 他的俄語跟烏克蘭語 也講得還蠻好的 這就很難辨識 你是不是外國有病 對 因為你要做培訓 我很難想像 你不會講當地話 對啊 不太可能 對不對 比如說那個美國 美國有一些美軍顧問 來台灣培訓嘛 那是因為我們的人 會當翻譯啊 而且我們 這些英文是比較 他普遍用的語言啊 對對對對對 尤其是海空軍啊 海空軍 他們都會 多多少少會講 一定會 對不對 所以他來當培訓 是沒問題的 那你去烏克蘭怎麼培訓啊 對啊 一定是當地在地的啦 烏克蘭人 普遍都不會講英文啊 對嘛 你一定是在地的 出去過再回來 或者是 這種感覺 或者是根本就是第二代的移民 有可能 這種人也可能啦 對 沒錯 那所以他 所以我認為 以俄羅斯情報單位 我對他們的理解 應該是都有一些掌握了 早就有了啦 比如說烏克蘭裔的啦 俄裔的啦 跑去CIA上班的啦 或者跑去北約上班的啦 我認為他們早就有名單了 那現在也是在對啦 看看是不是你啊 之類的 所以不要以為是心理學啦 不是啦 心理學沒那麼了不起啦 我就心理系的啊 他依舊就是一場 這個軍事政治上的 情報收集很重要啦 很重要啦 當然你 你掌握一些資訊 然後來 套話 然後說你說謊 這個他會心慌啦 那這個就是有點 心理作戰的味道 可是你不可能沒有情報啦 那不可能的事啦 不可能啦 怎麼可能說 你是不是北約的 那你有沒有看到北約的軍官 你滿好的 我當然跟你說沒有 不可能啦 不可能這樣問啦 一定有一些資料當底的啦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我們心理學有講到 你可能會用藥啦 你不要低估這個啦 誠實棒棒糖 對對對 就是讓你 誠實棒棒糖 讓你這個 讓你那個意識會慢慢模糊啦 讓那個界線會慢慢失控 問你什麼 你就是潛意識的講出 就像你那個喝醉酒 那個狀態 酒後吐針炎 對對對 同一個邏輯啦 可是他當然不是讓你喝酒啦 這個有這種藥物啦 有可能 當然絕對有 就是讓你進入一種 比較警戒降低的狀態 就是這種叫做什麼 逼問針 還什麼東西嘛 有這種東西啦 有這種藥啦 有絕對有 然後讓你受到心理壓力 那就有可能會講出來 這個美國跟俄羅斯事實上 都研究很久了 對你都研很多啊 那個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甚至有一些是不人道了 我在這裡就不講了 記者居然發現 在亞素鋼鐵槍裡頭 出現了一本孫子兵法 那照理來說 這裡頭的這個朋友們 不管是烏克蘭的朋友啦 亞素營的朋友啦 西方雇傭兵的朋友啦 甚至是這個西方國家的這些 軍官朋友們 假如有的話 那你們也應該讀過孫子兵法啊 我今天上網大概看了一下 裡面一些內容 其實他教了很多 不要硬幹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 他們還是在那裡 沒有獨透是吧 孫子兵法 一開始他就講 兵者兇事也 最好是不要搞這個東西 他一開始講 兵者國之大兇也 沒事不要打仗 就是不要打仗 所以他基本上 他講的這個哲學 非常非常的深刻 然後戰爭是什麼 導天地降法 導你要天道 美國現在為什麼搞假新聞 俄羅斯也天天在抓他站著 你要站在道理上才會勝啊 你師出無名 你是窮兵獨武 像美國現在已經不知為何而戰的時候 天天就美國力了 他的道就不夠 可是美國人基本上 他打任何戰爭的時候 他花多少時間在把那個 那個道講清楚 中國以前打仗 一定要什麼 習文 對 當時武則天的兒子 他是武兆嘛 討武則天的 討武兆習文 武則天一看下一條 他說這誰寫的 他寫得太好了 這一篇文章就可以把我幹掉 那 這個曾國凡 他是漢族 可是他去保衛滿族的政權 你知道 太平天國是一個種族革命 他是要把義族滿族把他趕走 可是你今天曾國凡是堂堂的漢族的大臣 對 那你今天你為什麼要幫幫保住保海 曾國凡就要寫篇文章 要告訴大家為什麼要這麼做 對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要合理的話自己的動機啦 所以道很重要 今天孫子兵 第一個講你就要把道講清楚 第二個你要看天使 地利 島 天 地 降還有什麼 戰爭基本上勝敗在哪 在那個降 還有一個法 所以這些你說你聽起來你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蠻高明的 而且不是說三五章兩三千個字就講完了 孫子兵法可是洋洋沙沙 都非常的 你看 中國以前 這個有文 有這個考試 文官有文官的考試 武官有武官的考試 我剛剛武官的考試 武人的考試 也有一批教科書 很多教科書你去查查看 我跟你講你知道開卷有益 我跟你講那裡面 講的不但是戰法 還有什麼 領導統一 最好的領導統一學 孫子兵法 當這個 中國這個 這個叫無舉人 不是只考慮器 他有 他有鄙視 所以不要小看中國的這個 文明的深度 跟他的廣度 那非常有 只是五四運動以後 都給他丟到垃圾桶 現在去發覺說 人家在這邊 人家哪 人家就半步孫子兵法 就可以打勝召 就跟以前清朝 這個宋朝的 半步倫語就可以治天下 對 那人家半步孫子兵法 今天說實話 亞述營打得不差 不完全是他的戰法 他有精神的力量在裡面 能夠打下去的 任何的這個部隊 沒有精神的力量 沒有思想的力量 那就是烏合之重 所以你看這個部隊 今天還是進退有序 敗而不愧 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像那種 哇塞 敗兵游泳 沒有 這個大使的大使 非常中立 這些人是有什麼 這些人是有信仰的 然後知道他在做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 孫子兵法的話 從這次來看 我覺得台灣 這些民進黨 再去中國的話 就會變出爐不聞 這麼多保障 有什麼好去的 人家烏克蘭遠在 十萬八千里 在看中國的典籍 我們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人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